全新新玩法挑战因子应该怎么玩 挑战因子模式作为赛季新增的游戏玩法 完成深海主线剧情后就会解锁该玩法 进入挑战因子模式后 会受到海洋石魔力的影响 我们可以单人进入挑战因子关卡 也可以连击组队挑战 每个挑战因子关卡最多可以刷出五倍因子 最少可以刷出两倍因子 游戏难度越高 关卡内刷出四个因子 或五个因子的概率越高 进入挑战因子关卡 需要消耗一把魔力钥匙 每个关卡的因子为随机生成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消耗魔力头子重置因子 每次重置需要消耗一个魔力头子 重置时可以锁定想保留的因子 但每锁定一个因子 重置所消耗的魔力头子数将增加一个 每天首次重置因子 不会锁定的因子数量 不同游戏难度下 可以锁定的因子数量有所不同 普通 精锐 英雄难度下 仅能锁定一个因子 诈天 超级诈天难度下 可以锁定两个因子 每通关一次挑战因子关卡 就可以推进一点任务进度 达到特定进度后 即可领取对应的奖励 击败关卡BOSS4获得 以及每日任务进度奖励获取 在挑战因子玩法开启后 商城类将新增普通每日因子礼包 售价30蓝宝石 内含一把魔力钥匙 15个魔力头盾 因子类型主要有 魔物强化类 全聚影响类 收益类三种 因子还存在稀有度 分别为魔化 稀有 此时 传说 随机刷出非稀有度 将会根据目前已有的因子 稀有度刷出因子赏金 赏金将在击败关卡BOSS获得